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超男九格厕所密室生存,我是莫涵 上集的话我们是通过TNT爆炸把这个铁块转换成了钢粉 然后又烧成了钢钉 今天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工程师蓝图以及这个压板给做出来 蓝图需要使用青金石,然后钢板以及三张纸才能制作成 纸的话要通过锯木机产生锯末加上水就可以合成纸张 青金石的话直接通过钢钩挖墙壁就可以拿到 我们先做把钢钩来挖墙获得青金石 再用之前锯木机留下的这些锯末我们做一些纸片 顺手再做一把沉浸工艺的锤子需要用到两个铁钉两个木棍再加一根线 有了这个锤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钢钉锤成钢板 好嘞我们把这个工程师蓝图给做出来了 它是这个冲压机模具的蓝图 我们还差一个金属冲压模具板材没有制作 它需要用到这个工程师工作台 用5块钢板加一个键线钢 键线钢非常简单两个木棍加个铁钉就可以了 我们把钢板和键线钢放上 然后放上蓝图就可以获得这个板材模具 做完这个之后要干什么呢 这是一个热力发电机 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以后不需要用摔变器来发电了吗 水加硬矿再加热力发电机 看上去很简单嘛 这种传导发电机怎么做呢 康铜板加钢钉再加线圈 这个线圈要用很多的低压线圈加铁钉做成 然后低压线圈的话是几个铜线加木棍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康铜粉怎么做我们看一下 是用镊粉加铜粉就可以合成康铜粉 挖矿机好像没有矿稿了 我们给它补一点石稿可以挖一点铁矿和铜矿 我们还需要个空间来摆放这个热力传导发电机 为了获得更大的电力 默默的就是做了两台这个热力传导发电机 来给我们出息供电 我们把日做完的热传导发电机放到这个发电站里面 然后把这个水放在最角 包括这个右矿我们也学放最角 这两边原石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再放两台发电机 但是我们现在材料不够没法制作 把右块也放一下水再放一下 在制作金属冲压机之前我们要获得甘蔗种子 甘蔗种子也是可以直接做成纸 比我们锯末加水桶制作的更多 但是甘蔗种子要通过右键砂盐获得甘蔗种子 甘蔗合成比锯末多一张纸 我们用这张纸的话能做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任务书 这张纸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正常 这是要用把把水 然后浇在上面变成把把纸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皮革 皮革的话是用三张把把纸合成的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皮革 好嘞 终于来到了这个金属冲压机 这个冲压机的话 它是沉浸供应的多方块机器 做起来是比较麻烦 我们需要做这些方块 钢脚手架 红石工程块 活塞 看来这个重型工程块比较麻烦 需要制作钢制机械零件和琥珀金钉 琥珀金钉是金粉加银粉制作成的 我们烧一下火泡金粉 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重型工程块给慢慢的拼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制作这个冲压机了 我们额外做了两张皮革 我要来做这个八个传送袋 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还送了我们一个粘土和塞 看来还要做一本工程师手册 来教我们怎么摆放这些方块 顺手又做了一张皮革 然后做成这个书 再加上一个拉杆 就可以变成这个工程师手册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摆放了 在手册里面找到冲压机 这个冲压机摆放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方块不是很多 摆放好之后我们用工程师又借一下 冲压机就做完了 我们再给冲压机接上电源 放上这个摔变器加有矿 然后这边有电了 我们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然后我们就要做最重要的一个空间接口 它可以把空间里面的电源或者东西 通过这个接口传输到空间外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压缩空间 这个利用到最大化了 好的我们把这个轻型工程块做一下 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入金属冲压机 然后把它压扁压成这一个接口 获得了接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给导出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缺一种电线啊 需要传输这个能源的能量管道 在摆放这个管道之前我们先把这几个空间给整理一下 让我们这个发电机在上面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些作业的机器 电线的话我们还是选择热力膨胀的能量管道啊 牵食能量管道再做成强化能量管道啊 不需要消耗很多材料 只要牵红石玻璃以及硬钢钉 我们把管道放入发电站啊 然后把这个电传输出去啊 这里还可以做几个热力发电机 而我们把矿场这一个刷变器给拆了啊 右框也拆了换上我们这个管道 然后把发电机的这个电力给传输进来 把外面的这个电线也接上 然后我们再进去调整一下接口的位置啊 对准上这个电线 OK有电了啊 我们这边矿场的话都是用电了 顺手把这个空间制造室的电源也换了 还有冲压机这边的电源也全部重新接上啊 我们这样就不用衰变器了 直接接我们这个热传导发电机 把之前工作室里的这些右框和刷变器也拆了 全放上电线啊 接上我们的发电机 好的我们厕所终于进入了这个电气化时代啊 终于有这个发电机啊 也不是用那个右框摔变了啊 如果大家喜欢的是平址的三连一下 把赞点到888我更新的会更快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